熟龍的朋友來到龍年 因為是本命年 所以在財運方面需要留心一下 我們今年有歲駕星 歲駕這個星雖然代表皇帝出巡 在事業運上有些幫助 但亦都代表今年在用錢方面 很多時在車方面會用多錢 例如在車的維修 又或者我們今年可能換車 這幾樣東西都會用多了錢 另外因為有劍鋒星 容易受傷的星 所以在這個年份裏面 我們在醫療上亦都可能用多了錢 我便會建議 既然是本命年不妨花多一點錢 在保健、健康食品 又或者鎮醫施藥 這幾方面用一下錢 就自然可以化解犯太歲的問題 同時通常本命年容易胡思亂想 在投資方面需要小心一點 要盡量做到最保守 和高風險的投資 就不建議做了